第三世堆解枪佛办公室第18号公告 2011年2月3日 世界和平奖颁奖委员会正式宣布 2010年的世界和平奖得奖人为 第三世堆解枪佛和前美国国会议员 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 本杰宁·格尔曼先生 颁奖典礼将于4月在美国国会举行 世界和平奖是由世界和平使节团 颁奖的一个声望卒助的奖项 其获奖对象必须对世界和平做出巨大贡献 如萧尼战乱、减少饥荒、促进人类发展等 在过去的获奖人员中 由美国第40任总统里根 菲律宾第12任总统纳莫斯 印度尼西亚第4任总统瓦西德、塔吉克斯坦总统 蒙古总统、柬埔寨总理、汤家国王 明日利亚总统等 由路透社、雅虎新闻、CNBC等 很多世界性第一流的新闻机构发出的新闻指出 第三是多吉强佛在世界范围内无师的奉献 奉救他人 他的智慧和慈悲 交融所有的民族、种族、文化和宗教 无论他走到哪里 他的谦逊和慈悲带给人们团结 第三是多吉强佛还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 通过他的教导、实践、艺术和诗词 第三是多吉强佛为人类指出了一条非暴力、慈善和爱的光明大道 第三是多吉强佛获得过很多奖项 包括因为对艺术、医药、道德、对佛教和精神的领导 以及对美国社会的贡献 而获得美国总统金纸奖章 第三是多吉强佛获得世界和平价 这不仅是第三是多吉强佛一心为众生服务的崇高的道德品质 得到全世界的肯定 这也是我们全世界所有佛弟子的光荣 而且在农历新卯年的正月朱英 公布这么好的消息 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元气 大家应该利益众生 将此特大喜讯予以宣传 以第三是多吉强佛为楷模 尽一切可能让众生受益 第三是多吉强佛办公室 2011年2月3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认为李宗盛的课是多吉强佛 我认为李宗盛的课论 我认为李宗盛的课论